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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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些第一次滑雪的新手 經常都會遇到的問題 無論你想滑雪還是Snowboard 這個影片都應該會幫到你 又是重例子我先介紹一下 我是Lorraine 我遠名叫B 但近年來熟一點的朋友很多時候都會叫我寶寶 寶寶寶都要滑了 好滑了 我是一個單箱兼修的滑雪教練 如果你想看我的履歷 或者想知道我會在哪裡教 你都可以在下面的Description找到 今次我拍攝的地方就是廣州榕創 它也是其中一個我會常駐的滑雪場 我都是廣州滑雪剪了幾段片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click去看看 好了事不宜遲快點進入正題了 第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初學滑雪 我應該選Ski還是Snowboard好 我通常都會答我的學生看你個人喜好 Ski和Snowboard我都教到 請到一個好教練的情況下 其實不會相差太遠 但是當然了你的運動習慣都會有影響 如果你本身有玩開Roller Roller Blade 滾軸流冰 或者Ice skating 流冰的話 你學Skiing會簡單很多 如果你本身滑開Rick surfing Rickboarding 和滑板的話 你可能就會選Snowboarding 另一件事就是你的教練的資歷和水平 例如如果你的教練本身去Ski是強一點的 我當然會建議你去學Ski 那我就會比較 去哪一樣有Isia認可的證書 會不會一樣有一樣沒有 如果有的話 那他級別又是什麼 教了多久 可以教到他什麼程度 講得有多仔細 有沒有一直在訓練學新的東西 場地都會有影響 那你會在哪裡學 想去哪裡滑呢 如果你學的地方比較偏硬偏冰 那我建議你學Ski 因為一開始跌的機會小一點 如果你去的地方是出名有Powder Snow 那Snowboard都會是一個好的選擇 跌低都好像跌落棉花一樣 好正的 接著就到你想去的目標雪場在哪裡 那如果那個雪場的地形 是很多平路或者要上斜的話 那都是Ski比較適合的 有些滑雪場 只是Ski only 如果你說你想去歐美的話 那我都會建議你學Ski 接著就到小朋友幾歲可以學滑雪了 其實這個問題很難回答 因為真的要看小朋友的自身發展是怎樣 我記得我的意大利Trainer 他有一次說 我三歲的時候都好像已經在去到Racing 有些小朋友五歲 但偏瘦弱的 都可能會學得慢過四歲的小朋友 這個影片是我兒生裡 剛剛學滑雪的時候 去的時候都是三歲幾 如果這個小朋友特別小 其實好像一兩歲的話 你真是第一件事要看的 就是滑雪場有沒有Rental適合他 你現在看到這一張 其實就是融創裡Rental的Boot Size 如果你小朋友對腳比這個小 我建議你不如不要讓他學滑雪了 讓他大一點 接著還有一些個人經驗 我會建議七歲以下的小朋友 最好都是學Ski 因為他可以快點上手 快點開始開心滑 以及Ski 相比Snowboard來說 對他們身體的肌肉發展會更平均 當然我都會教過一些 三歲已經開始學Snowboard的小朋友 不是學不到 不過他們的確會學得慢些 但是如果爸爸媽媽你們打算學Snowboard 然後讓小朋友學Ski 那你們有心理準備 你們應該不會跟得上去 因為一來Ski會比Snowboard快很多 二來小朋友其實Pick up得 亦比大人快很多 Yeah, we need to wait for Mommy a little bit 好了,這條片大致上就是這樣 接下來我還會有一些裝備 滑雪知識和雪場攻略 大家可以留意 如果你覺得這條片對你有用 希望你可以Subscribe、Like和Share出去 Thank you